华联市公所21号上午召开了 112年度社区发展协会业务联系汇报 会中市长魏佳燕和慈禁基金会签订了 灾害防救相互支援协定书 期盼藉由教育训练还有日常合作 来提升社区灾防的应变能力 华联市公所21号上午召开了 112年度社区发展协会业务联系汇报 除了颁发奖励金表扬荣获社区发展工作 评鉴表现机优的民生 民运及避运装等社区 也特别和慈禁基金会签订灾害防救 相互支援协定书 极端气候对于我们目前在全球各个社会 我们大家要注重的 不只是灾害来的时候如何做出 而是灾害前期许多多的应防工作 那慈禁基金会也是内政部 这个所谓防灾事的教育训练单位 那这些工作之外 慈禁以海内外的一些灾灾经验 也延花了十十多多 像各位等一下都可以看到的 一些防救灾的补助工具 那今天签署 未来也希望我们能够在社区 教导我们老大人一些这样的防灾的一些课程 那今天也要再次的特别感谢慈禁 不管是在0206的地震 0406的一个火车的一个事件 那除了我们协助救灾 也协助了安抚我们所有家属的心灵 真的要感谢我们实际 对于我们不管是国内外的一些灾害 我们全力的来协助的一份情 那真的特别感恩 市长卫嘉燕也表示 社区发展工作有赖民众主动参与 才能够走得长远并永续经营 市公所不仅全力支持社区发展工作 也将持续辅导各社区推动特色亮点 并提供人才赔力及资源链接 期盼能借由这次和慈禧的合作 从教育训练及日常提升社区的灾害应变能力 记者 徐立晴 华林时报导